大家好,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六 朝鲜的所谓太阳节,庆祝金日成诞春105周年纪念日 朝鲜没有进行第六次核实报,但是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导弹试射 我查前两天网友的留言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 就有朋友说,咱们星期一可不可以不说朝鲜的事了 因为连续一个多星期都在嘚不嘚嘚不嘚不停的说朝鲜 估计有的朋友觉得有点疲劳,那这个我也理解 但是呢,我也得解释一下 因为目前这个朝鲜半岛的危机是国际政治当中最重大的事情 它不仅牵扯到大国关系,还有可能牵扯到整个国际体系的平衡 有不可预料的后果,有可能会是引起未来历史进程转变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咱们还是得说一下 但是今天的后半段应另一些朋友的要求,咱们可以说点别的事 金正恩又试射导弹,但没有进行核爆 那本身这个行动它是一个对中美压力有所顾忌的表现 但同时它又是要表现出来自己不屈服 所以看起来上个星期四啊 这个川普在阿富汗头下的那个炸弹妈妈还是管用的 这个被称之为炸弹之母的空爆弹 就是设计用来对付这个地下设施,地道系统的 所以它针对朝鲜的地下核设施的意味是很强的 除了美国这边的军事压力之外 中国这边在外交措辞上也更加严厉了 所以金正恩他在最后决定要不要按下核按钮的时候还是犹豫了 但是在太阳节过后的第二天它试射导弹 从金正恩他这边的应对方式来讲呢 它是避开了对抗性最强的那个时间点 就是4月15号 也暂时避开了就是威胁性最强的做法 就是直接进行核实验 算是在压力面前呢 它暂时停住了 但还是摆出一副不屈不挠的姿态 现在来想起说一说 它这个导弹发射失败说明了啥问题 其实这是4月份朝鲜连续第二次发射导弹失败了 发射中程导弹失败 第一次是4月5号在川习会的头一天 它发射了一枚中程导弹 但是只飞行了很短暂的距离 就掉到海里面去了 而4月16号呢 是这一个月第二次失败 这个连续的失败总该说明点问题对吧 那么我看到有两种猜测 一种呢 是英国前外交大臣李富金德对BBC说的 他怀疑有可能是美国方面的网络攻击奏效了 影响了朝鲜的导弹发射 其实咱们以前谈过 在3月初纽约时报也登过文章 专门探讨过 利用网络攻击来阻止朝鲜导弹发射的计划 那不少朋友的那天呢就在我那个视频下面留言 就说你太无知了 这个朝鲜的内部网和整个世界的互联网是物理隔绝的 你怎么可能植入病毒呢 这美国人怎么能做到呢 所以你太外行了 具体怎么做到的呢 我确实不知道 估计它有一些技术手段可以尝试吧 其实更早些时候 纽约时报有所披露 早在2009年 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过一次网络攻击 使它大约五分之一的生产又的离心机停止工作了 那次呢是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很大 使伊朗的核计划大大推迟了 美国在当时 就是差不多在它攻击伊朗核设施的时候呢 就想过对朝鲜的核设施也发动同样的网络攻击 但是当时没有成功 也许现在它技术手段进步了吧 所以这个网络攻击也比以前更奏效了 这是一种可能 但是今天我们重点来探讨第二种可能 就是说朝鲜的发射中程导弹失败 不是网络攻击造成的 而是真的由于自己的原因失败了 就是说朝鲜当把它的导弹射程加长 加到中程的时候 显示出它的技术仍然是不够成熟不够稳定的 也许有朋友会想啊 说这个金正恩接连发射导弹遭受到挫折 发射一次失败一次 会不会让它很有受挫感呢 会不会让它由此知难而退就妥协了呢 就干脆态度就软化了呢 其实我的看法与此刚好相反 朝鲜接连发射导弹失败 如果不是网络攻击等外部原因造成的 那么就是金正恩 他的武器计划实际超出了朝鲜自身的物质和技术的能力范围了 超过了这个上限了 他是在强压强行推行他的武器计划 这说明他的心情是非常急躁 而这种急躁的情绪实际上是更加危险的 有可能推动他进一步冒险 为什么金正恩这么急躁呢 其实从去年开始很多迹象就显示出来 朝鲜的资金来源正在枯竭 越来越困难 金正恩他如果再不把他的导弹和核武器搞出来的话 就真的有山穷水尽 先把自己搞崩溃的危险了 那这方面的例子我们上个星期其实已经提到了 韩联社在三月下旬的时候 有一个报道 3月23号的时候有个报道 我记得是说朝鲜驻罗马尼亚 德国和波兰等地的使馆 他竟然把这个用于外交用途的大楼 拿来出租用作商业用途 被当地政府给禁止了 朝鲜驻柏林大使馆的一栋楼 竟然被出租用来作为青年旅社 就是在欧洲一种比较廉价的旅馆 他居然把使馆改成旅馆了 还有在去年孟加拉国的央行 和波兰的几家银行都遭遇到黑客入侵 盗取资金的事情 那么调查呢 基本上都是指向朝鲜的 就是说金正恩的这个外汇来源 他已经是枯竭到这种程度 他对资金的渴求到了积不择实的程度 而且不择手段 连抢银行都用上了 这也说明他目前的处境不仅很困难 而且非常急迫 非常急需获得资金 什么手段他都用 从金正恩目前的行事方式 我们不太难看出 他的目的是要先拥有核武器 和能够打到美国的远程导弹 保障自己的安全 然后再以拥合为条件 和美国谈判 让美国来解除制裁 当他感觉到他自己的国家 已经快到了极限 无力承受的时候 他就越急躁 想尽快获得成功 以至于他的迫切心情 已经超出了朝鲜自身的 物质和技术能力的上限 他还要强推他的计划 导致这个导弹发射连续失败 其实这种急迫的心情 反而会使外交斡旋更加困难 彭博社的报道是说 中国朝鲜半岛问题特使五大委 是想去朝鲜斡旋来着 但是朝鲜方面没有回应 相当于是表示拒绝 在太阳节之前 朝鲜也召回了 驻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使 你说这个关键时刻 他撤驶干什么呢 那我想很明显 他就是不想让中国和俄罗斯 召见朝鲜驻当地的大使 来传递外交压力吗 就是说他连通过大使级别的沟通 都主动切断了 这都不是好兆头 都不是接受外交解决的姿态 所以现在虽然暂时没有进行核时报 好像这个第一波最危险的时刻 暂时过去了 但是局面仍然很危险 因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正面信号 美国到四月底的时候 会有另外两个航母打击群到达朝鲜外海 届时卡尔文森号 里根号和艾森豪威尔号 三个航母打击群将会失于朝鲜 军事压力至少会翻番 所以川普显示出 他有决心要尽快解决朝核问题 其实四月份剩下的这两个星期 我想朝鲜局势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另外再说一件事情 就是卢州的太福镇中学生赵新离奇死亡这个事情 其实上一个星期 这事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因为我们总在不停的说朝鲜 一直没逮着机会来说 卢州太福镇这个事 那今天我觉得可以讲一讲 上个星期虽然说是事件的余波 但是卢州太福镇这个事 还是出现了几个波兰 一个是四月九号 赵新的遗体被火化了 再一个是四月十二号星期三这天 有网络留言 首先我们得承认的是留言 说赵新的奶奶已经被活活气死了 有民众抬官到镇政府门口示威游行 那么网络上也有视频流传出来 但是我们仍然没办法验证 这个视频是不是真的 再有一个进展 也是一个余波 就是卢州市有一个民主党派 也是中国的那八大所谓民主党派之一 叫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 简称民革 他在卢州有一个委员叫刘永贵 自己真的去勘察了现场 他提出了和警方不一样的说法 他说这个赵新所谓坠楼的现场 确实没有发现血迹 但是离坠楼地点不远的另一处地方却发现有明显的血迹 而且地面被冲洗以后还是能看得出来留有痕迹 所以他质疑赵新是先被人打死 然后再遗失到宿舍楼下制造坠楼的假象 他这个微博发表出来以后呢 因为和警方的所谓调查结果不符合嘛 也对警方提出了质疑 然后他立即就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两天后这个刘永贵又改口了 说不再质疑警方了 所以卢州太夫镇中学生赵新他事的死亡 到底是被灵月致死的 还是做噩梦自己坠楼死的 到今天看来呢 这个事情还是不太说得清楚 但是政府呢已经给出结论了 那民众的抗议看来也渐渐平息了 那我觉得也可以现在做个总结 因为过去两个星期啊 不断的有人也在我这儿留言 就是号召网友 说你不要不信谣不传谣 也有网友很迷惑 那就说会不会这一次民间的传言 真的就是谣言了呢 那我的一贯态度是 绝不参与任何细节的讨论 有人说这个噪心尸体上 他背部的鱼青到底是伤痕 还是这个尸斑 坠楼现场是不是一定就要有血迹啊 有没有可能坠楼而死的人也没有留下血迹的呢 这些细节啊 我通通都不予置评 因为现在你参与细节的讨论 对于澄清真相 其实真的是没有用处 因为你要质疑政府提出的证据 那么提出具体的细节加以反驳 责任就落在你头上 而没有任何人呢 能够接触到现场 接触到第一手的物证 连死者家属都接触不上 他们都被控制起来了 那维护政府的人会说 那你说赵新不是自杀是他杀 那你拿出证据啊 你没有证据 你空口白牙说什么呢 可你真要去找证据的时候 又会被当成破坏分子 造谣分子 被控制起来 所以这种讨论提出疑问的一方 他没有任何赢的机会 那为什么还要参与这种讨论呢 对吧 就前面讲的对警方说法提出质疑的那个刘永贵 不也是被当地给维稳了吗 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报告 都是当地公安局一手包办的 而当地公安机关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 因为民众的质疑 就是说打死人的那五个学生里面 就有当地的镇长和派出所所长家的子女 那么在一个公正的司法环境下 按照利益回避的原则 本来这个调查工作就不应该由当地公安机关 特别是卢县公安局 不应该由他们来办理 后来四川省公安厅行政局名义上是介入调查 但它也只是给予技术鉴定 它并不是那种排他性的 把原先的调查工作都搁置的那种重启调查 那么违反了程序正义一方所提出的所谓证据 本来在司法上就不该予以采用的 也不应该成为公众讨论的对象 不过话呢又说回来了 就说你这事儿即使是让卢州市公安局 哪怕是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来全盘接手案件 他们照样也是赵家人吧 他们同样要服务于维稳的目标 你说即使是由上级机关来接手 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吗 其实也很难确定 也许有人会说了 这个网络留言说赵新是被殴打死的 这个没办法证实是吧 那政府的说法呢 你又说不符合程序正义不予采信 那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 有没有可以确定的东西呢 我觉得还是有的 有两件事情可以确认 第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儿 就是政府所做的这一切 这一切行为的目的不是为了澄清真相 而是掩盖 这件事情可以确定 我为什么这么肯定这么说呢 如果是为了澄清真相该怎么做 大家想一想 那如果是在世界上多数国家 特别是西方国家 他们常用的一个办法是任命一位独立检察官 这个人与当地的利益完全脱离 对这个案件的调查有完全的权威 他可以独立办案 他不受任何人任何势力的干扰 相反的任何机构任何个人 还要配合他为他让路 而卢州当地政府对这个事件的操作 是标准的维稳流程 他们着急忙慌的想把赵新的遗体火化 不是保护证据 是要尽快销毁证据 然后是辟谣抓发帖的人 软禁家属 舆论洗地 逮捕示威者还停了几天的电 让你用不了手机上网发帖 所有这一切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和掩盖 没有一件事情和澄清真相是有关的 也许有人又会说了 你刚刚讲了 就算是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接手案件 他也是赵家人 他说的你也照样不信不是吗 不错 不过我也向你保证 即使是这种做法 即使这种做法 他可信度也不那么高 当局也不会采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一件事情上破例了 就会涉及到许许多多的类似案件 要不要也破例 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那么整个维稳体系就有陷入紊乱的危险 你说碰到一个案子 民众抗议 然后你就派一个高级的特派员来 把整个案件就接手过去办了 那么今后的基层政府碰到类似的事情 他的维稳决心就会动摇 就说万一我先镇压下去 然后民怨起来了 老百姓不干了 上级派人来接手 重新调查这个案子 证明我做错了怎么办呢 而中共的上层 它是绝不会冒这种风险的 因为它不会去释放所谓的错误信号 它不会去动摇基层维稳官员 去果断镇压的决心 那会造成社会的失控 所以说这种情况 哪怕派一个特派员来重新调查案子 其实也是不会出现的 第二件能够确定的事情 就是赵新被灵虐致死 这个消息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 而且迅速被很多人所接受 那是因为它与人们经验的事实相符合 也就是说类似的现象 和赵新有类似遭遇的这些现象 并不是个别的 而是普遍存在的 以至于人们一听到这种消息 就愿意倾向于相信它是真的 在中国乡村和广大的县市 以下的行政区域 这个社会的黑社会化 警匪一家 黑社会肆无忌惮的 欺压弱势群体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实了 是大家都承证存在的 很多人都有这种印象 就是在中国 有那么一拨人 如果他敢于肆无忌惮的欺压别人 他大大小小都是有些保护伞的 是有些背景的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共识了 而这种共识 它又超出了赵新这个个案的本身 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了 那么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 谢谢大家